我们在环保站可以吃到很多 很多这些叮叮当当的东西啊 你看,都是那个质败 我们又可以做到这样子美观啊 是的,你没听错 这些闪闪发光的爱心吊饰 都是用回收的塑料袋制作而成的 这一回带您到马来西亚奔真的 竞丝篮子手工班 看看志工们如何发挥巧思 用被丢弃的塑料包装袋 制作成精美又实用的环保篮子和各种装饰品 透过废物再利用落实环保生活化 基本的一些东西给大家 大家用套太多的时间来修剪 那我们请师弟师姐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将塑料袋加以裁剪 折叠 再编织成型 完全不花一毛钱 布置材料非常简单 学习起来也并不困难 觉得很开心 环保子带给我们学习很多东西 我从第一次做到现在 还没有 我现在才开始学做一下 慢慢来 慢慢再来学习一下 做了很开心 可以环保 又有创意 非物利用 自今年8月开始 笨针慈基共修处开办竞丝篮子手工班 在教导学院的过程中 志工们也收获满满 一个要一个这样子过来咯 起初是不会的 我们要慢慢教他 怎样弄 要有耐心去教导他们咯 他们学会了 他也会要他的朋友 他们一起来学习咯 而在笨针培训读中 配合慈基环保日 志工们邀约居民做资源分类 从一代代回收的资源当中 寻找适合的环保手工材料 做了一个早上的资源分类 即使汗流浃背 志工们都甘之如鱼 志工们绞尽脑汁 透过各种方式来减少塑料垃圾 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 但唯有人减少不必要的消费与浪费 才能将垃圾的量减到最低 待新闻 真上美志工 马来西亚新商报导 好 坏 愈原因 令今日は